大家好,我是東英走強的鮑伯 2020年星巴克在全球超過3萬家的墳店 日本也超過1500家 在這1500家的星巴克當中 有幾家不但有幾家的地理位置 本身的建築絕對可以成為當地的地標 鮑伯這次就來介紹以星巴克為中心 包含店鋪周邊的景點介紹吧 建築本身大概有100多年的歷史 由古名家改建的京都惡靈版雅薩喀茶屋店 是全球第一建有榻榻米的星巴克 光是聽到這個特色就很想讓人一探究竟吧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跟鮑伯一起來探索這家星巴克吧 京都惡靈版雅薩喀茶屋店就位在惡靈版 地理位置極佳可以當作拜訪清水室途中的休息景點 店家總共兩層樓保留大正時代建築的樣貌 走進一樓是點餐跟取餐區以及一部分的座位區 點完餐之後通過很有古典感、窄窄的通道 可以走到取餐區 晚上配上淡淡的打光 更顯現的神秘感 取餐區還有小而美的庭園 邊等飲料邊欣賞吧 拿完飲料後 我們通過同樣窄窄的樓梯走到二樓 晚上也是打成很簡單的黃光 低調的走廊 隔開二樓不同區的座位區 有一種高級日本料理店的感覺 榻榻米的位置真的很棒 有點可惜的是這個區域有其他人 所以鮑勃沒有辦法把整體拍給大家看 但上網也可以找到很多照片 鮑勃很喜歡這一幅由清水寺 陰雨瀑布水流所啟發的掛軸 像正在倒咖啡時候的水流 以及這個很充滿美感的窗戶 在這裡脫鞋子 然後用盤腿的方式喝星巴克的飲料 應該會是一個難忘的經驗 另外一個座位區 並不採用完全開放的空間 所以很適合跟閨蜜朋友 在這裡挑一個沒有人的時間 安靜的聊心室 若話題太無聊 還可以時不時偷看窗戶的二年版打發時間 拜訪這家星巴克最棒的時段是傍晚 除了可以看到還明亮的二年版 到了晚上的時候可以看一下咖啡店外觀的打燈 也可以趁晚上其他店家都結束營業的時候 在沒有什麼路人的二年三年版散步 體驗一下悠閒的京都夜晚 我們來簡單介紹一下星巴克周邊的特色景點吧 清水寺應該是京都旅遊的必訪景點之一 除了寺廟本身富含歷史以外 也為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近年約13萬平方公尺 有大安森里公園一半的大小 也包含了國寶在內 總共有30個大大小小的文化財 一年版、二年版、三年版以及清水版 因為是通往清水寺的參拜道路之一而繁榮興盛 一路上有很多土產店、茶店以及住宅 搭配著美麗的石階跟石牆是絕對不能錯過的景點 晚上可以走到一年版附近的高台寺 春夏秋冬某幾個時段會有夜間特別參拜 晚上打光真的非常精彩 有些地方還會有燈光秀 慢慢的在室內走一圈 大家可以花個一個小時左右 很值得 日本第一家需要坐船才能到達星巴克岩島表餐道店 就位在世界遺產以及國寶的岩島神社附近 擁有極佳的地理位置以及精美的設計 絕對要拜訪 公島位於廣島縣 距離廣島車站大概一個小時左右的車程跟船程 公島也是日本的三井之一 島上自然跟歷史兼具 這棟三層樓的建築 是跟公島brewery合在一起 那Bobbo因為不喝酒就不介紹啤酒給大家 我們直接介紹咖啡店 一樓的區域就是點餐區 開放感還不錯 可以看到這家店2018年有得到Good Design Award 到二樓的樓梯前 雖然底色是灰色 但它配色彩鮮豔的海報 以及木頭色的桌子 讓整體多了一種活潑感 二樓映入眼簾就是大片落地窗 以及開放感十足的空間 這裡可以直接觀賞賴戶內海 以及大鳥爵的景色 Bobbo覺得是窗外風景最棒的星巴克 內裝採用星巴克常用的木質調的座位 配上不同顏色的灰色 讓整體看起來很舒服 但不會虛滑或是過於單調 牆壁上也有不同的藝術品 比方說這幅看起來像是超寬4K螢幕的畫作 Bobbo後方的木頭製的飯勺 是公島傳統的藝術品 也是代表星巴克Logo上Siren的0 整家星巴克Bobbo最喜歡的位置 就是面對海洋的沙發去啦 在這裡喝杯咖啡 感覺真的很不賴 沿島神社創建於西元593年 現在所看到的建築是西元1168年 由平清聖營造完成 距今有800多年的歷史 神社本身於1952年 被列於國寶 也於1996年 被列於世界遺產 這裡我覺得可以三個不同的時段來訪 第一個時間是甘草的時候 大家可以走到沙洲上 從這邊遠遠的觀賞沿島神社 第二個時段是晚上滿草的時候 幽靜的神社配上打光 真的很漂亮 最後一個時段是接近中午的滿草時段 也是鮑勃最喜歡的時段 大家可以早一點點進到神社內 慢慢的散步 經過東迴廊 然後經過拜殿 邊走邊看潮水滿滿的湧入神社 風國神社又通稱千蝶閣 是安土陶山時代的1587年 由封城秀吉下令建造的木造神社 是宮島內最大的建築 面積相當於857個榻榻米的大小 大約為封城秀吉的室室 讓此建築保持著未完成的狀態 壁面已經天花板都沒有完工 但也變成江湖時代島民交流的場所 也是日本的重要文化財 在這裡悠閒地找了地方坐著吹吹風 看個海景體會一下 古人在這裡聊天交流的雅趣 宮島上也有很多溫泉旅館 如果大家有時間在這裡 待上兩天一夜的話 可以悠閒地泡個溫泉 以及想要當地食材所製作的惠喜料理 宏泉公園前店是日本第二開設於登陸有型文化財的店鋪 在這裡喝杯咖啡後 就到宏泉公園散散步吧 宏泉是為日本東北青森縣的第三大城 星巴克就會為青森的知名觀光景點 宏泉城的旁邊 地理位置極佳 白天夜晚都有特色 建築本身是於1917年建立的舊第八師團長官社 就是蓋給陸軍師團長的宿舍 採日式跟西式的混搭風格 日式的部分為玄關部分的切漆破風 就是天守閣可見的三角形的部分 建築面積大約為160平方米 規模沒有很大 座位也沒有很多 櫻花季的時候可能要早點來 不然位子可能會坐滿 點餐的地方為當時的會議室 深受大政浪漫的影響 空間感跟溫馨感都不錯 這裡也有擺放一些位置 星巴克使用了青森的 傳統工藝跟當地的建材 將原本合適房間改建成 主要的用餐區 白色跟咖啡色融合 有些許的古名家咖啡感 往窗外望去 還可以看到美麗的庭園 等候室也被改成比較小一點的用餐區 墻上的照片也記錄了這種建築的歷史 這裡跟神戶的藝人館星巴克一樣 都是登錄有型文化財 就是具有國家歷史意義的建築 鮑勃推薦來青森紅錢旅遊的時候 一定要來拜訪這家店 擁有四百年歷史的紅錢公園 是知名的賞英景點 鮑勃來採訪的時候是冬天 但也有另外的一種美感 星巴克的對面就是護城河 這裡晚上的打燈配上雪景 以及冰封的河水真的超級浪漫 冬天進到公園真的是一片白色 喜歡雪的人應該會超級不得開心 我們慢慢走到天守閣 這裡是日本東北地區 景存江戶時代所建造的天守閣 就是現存12天守之一 原本天守閣位在本晚東面的石牆 但由於石牆有坍塌的可能性 所以現在先把天守安置在中間 等在石牆修好的時候 再移回原處 但說實在放在中間也不錯 可以360度觀看天守 白天晚上都很美 有些人都很美 神戶美利堅安邦店 神戶美利堅安邦店 是關西第一間在公園內的星巴克 也是關西最大家的店鋪 傍晚在這家充滿藝術感的星巴克 點個咖啡 一路坐著等太陽下山 到晚上看看景色的變化吧 美麗間公園位於神戶港 是神戶最具代表性的景點之一 星巴克就位於白天 或夜晚都很美的公園內 由於公園很空曠 讓這家星巴克容易被找到 店鋪建築外觀很有特色 像是一個藝術品一樣 跟充滿藝術氣息的美麗間公園十分的搭配 光是外觀的美感就可以讓大家照相照個夠了吧 到了晚上這家店的打工也照亮了公園 帶給旅客充滿浪漫及溫馨感 咖啡店總共有兩層樓 一樓是點餐的吧台跟座位區 吧台就在店內的正中間 跟一般星巴克靠著牆壁的點餐區有點不一樣 木頭使用當地產的木材 然後水泥地板使用回收的咖啡杯跟咖啡豆所製作 注重永續經營跟環保的概念 室外有一些座位 天氣好的時候在外面喝杯咖啡也不賴 走到二樓鮑勃最喜歡的是室內面對神戶港的座位 可以邊喝咖啡邊看港口的海景 真的是太享受了 二樓室外的另一區可以直接看到神戶塔的美景 晚上的打燈真的很浪漫 有曖昧對象的各位可以趁人少一點的時候跟對方告白 喝完咖啡可以直接在美麗間公園散步走走 讓大家充分體會這個港口城市的魅力 白天的朝氣跟晚上的浪漫都很棒 公園內的神戶塔也是神戶重要的地標 於1963年落成使用 高108公尺 除了鐵塔本身夜晚很美 使用7000多顆LED點綴以外 展望台可以360度的看神戶海景以及城市的景色 與美麗間公園只有一條街之隔的神戶舊居留地 是神戶於西元1868年開港通商之後 外國人所居住的區域 這個區域除了百貨公司與精品店的鄰里以外 也有很多歷史建築可以拜訪 沒有去過歐洲也沒關係 在這裡拍一張充滿歐洲感的照片吧 連艙玉成丁店就是傳說中店外有游泳池的那家星巴克 雖然沒有辦法邊喝咖啡邊游泳 但也是會想要看這家店到底美在哪裡吧 這裡距離連艙車站走路只需要三分鐘 剛才連艙一日游了第一站 可以早早到這裡吃個早餐 喝杯咖啡 整理一下心情 然後再開始今天緊湊的一日游 這裡原本是日本漫畫家橫山龍衣的宅底秀姬 而星巴克就依照當時的母堤所設計 外觀看起來就像是一般的平房 雖低調但不會平庸 進到店內就會發現充滿星巴克店內常出現的木質調設計 空間感非常的十足 天花板很高 然後座位跟座位的間距還蠻廣的 天花板玻璃還會讓光透進來室內 感覺還蠻溫馨的 另外也有一區販賣Starbucks Reserve的咖啡 如果想要稍稍享受一下 可以試試看這裡的咖啡喔 店內很漂亮以外 但店外才是整間店的highlight 看著附游泳池的庭園 有一種自己是有錢人 然後在自家後園泡個咖啡的錯覺 真是一個美麗的錯覺 天氣好的時候搭配陽光真的很棒 但下雨天的時候也有種浪漫的感覺 如果你的蓮倉永不幸遇到大雨 那就來這裡躲雨一下吧 蓮倉車站附近真的太多景點了 很難再一部影片介紹完 Bobo就挑兩盒星巴克走路可以到餐廳景點好了 如果你是日式甜點控 從星巴克走五分鐘 到甜點百明店 茶房羽母Kiarra來吃個日式甜點 Bobo點的葛茲Kiri 跟黃豆粉的套餐一千塊日幣 葛茲Kiri吃起來有點像是板條 從冰水中拿出來沾下黑糖非常軟Q 吃起來像湯圓口感的白玉 沾滿甜甜的黃豆粉跟黑糖也很搭 從茶房羽母Kiarra往前走個十分鐘 可以到淺喜變天才余赫福神社 進到神社間穿越一個隧道 可以看到這個區域跟自然完美的融合 還可以在這裡洗個錢增加財運 祝你發大財 以上就這次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還可以訂閱 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包博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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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